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发财树 发财树呢 不仅叶片处一绿 而且呢 枝干非常的粗壮 它的韵翼啊 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养发财树的时候啊 如果养护不当 或者是呢 浇水过度啊 很容易导致它积水烂根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样东西 把它掺在盆土里面呢 可以让盆土呢 更加的疏松透气 然后不容易积水烂根 这个东西是什么了 其实就是一些碎砖瓦块 这个碎砖瓦块啊 虽然呢 不起眼 但是啊 它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缝隙 可以让这个发财树的根系啊 呼吸更多的新鲜空气 然后让它呢 生长更加的健壮 可是我们这个碎砖瓦块啊 不能够直接使用 一定要先把它呀 消毒杀菌之后才能够使用 怎么消毒杀菌呢 我们先把它收集回来 然后呢 把它敲成小碎块 碎块的大概是一个大拇指左右 这么大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上面的一些泥土 沙尘呢 全部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多菌瓴溶液里面了 或者是这个高母色甲溶液也可以 把它浸泡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之后呢 把它晾干就可以给它上盆了 怎么上盆呢 首先我们先在盆土底下呀 把它呢 放一层纱布 然后放上这个碎砖瓦块 大概铺三厘米左右的厚度就可以了 然后呢 放上一点这个粗沙 可以把这些空隙呢 把它填满 之后我们再放上土壤 栽种上这个发材树就可以了 这样呢 盆土呢 非常的疏松透气 而且呀 排水能力特别好 那么这个发材树的根系呢 不容易受到闷跟烂跟腐烂的情况 那它生长了就会特别的旺盛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